第2场,跑了41650米 这次也拆了两组 首选,我选择了三号码的站桿最盛 这一匹马,看上季的赛绩 真是没理由,这么久都未再上名 尤其是在4月17日的592总场次 或3月20日的514总场次 都在谷草里面遇到一个革命的暴躁 都在劣势之后追回多数的失地 和大家看看这一场592总场次 蓝蓝地色帽的红白咒 就是站桿最盛 看回这一场,虽然前面未至于太弱 但它弯位时还在尾尾的位置 整组马是什么来的呢? 外面是龙之星 以及里面灰马一只 刚刚爆了1万多元的连赢 就是龙之星和英明神区 前面,不要说狂武派了 它一直都是趴着沿途走脱了些少的轻易 前面还有黄金夹 都是整组马,很多都得了成绩 我相信这一匹小粒 对于跑谷草应该相当适应 我们再看看最近在试集里面的表现 潘顿和他试的 镜头看到9月26的泥杂 现在首席在第五位 在内档的 又是蓝蓝地色白色彩衣 就是潘顿试的站桿最盛 这里看到潘顿仰亮反手边 好像不太多的细头 但其实它一直是没有断的 它会续续续续加速 大家可以翻查一下 9月26日在试集里面 如果走内档的马 刚刚在田草日赛 都有几匹已经上名 甚至乎赢马 回来的勢不是那么强 其实内档的场地 这一货集不是那么好 而如果这一货集 潘顿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好 它未必狠奇 而且我们再看看 这一匹买的神操记录 进入到神速记录里面 看到9月3日 潘顿摸第一货 接着9月11日 再来9月19日 彈草集 接着市集也是他 甚至乎9月30日 以至10月3日 都摸了很多货 这个站桿最盛 似乎它对于不满都疗疑主掌 那都是四班 跑1650 小伙仔 拼第一货 的时候 纵使没赔到第一货 还没交代 我相信 那个战意 都无怀疑了 首选挑选它 另外一匹的配角 又是神龙区 上年9月18日 他报名了 跑高速1650 取消了一晚 没办法 但是高冬离 今次继续等高速1650 似乎 都有心 刻意安排这批 来高速老师 继续跑 因为最近沙田 相信这1400 都有赛程 他没有报道 这支马 早上跳 依然是相当之 聚首火慢 所以 这个神龙区 我觉得 也有班利之后 都要兼顾它 另外第三算 8号的火爆盒 上次第三算 好像输六个几码位 好像很差 但是 看回这一场 其实是转数高 把握着慢步速之下 去中段踩油 扔掉它 而火爆盒 这一支马 就比较均速些少 不是跟你斗爆 所以 这六个几码位 其实 都有一些 是被前面的带来 但是 后面那堆 安抚 钻石大人 都是指标 都不容易过得到它 安抚 最後一步 紧紧才会担赢它 而安抚最近 在泥地里 都差点赢 继续交得好成绩 第二场的赛事里 我相信 补充不算很快 排四档起步的火爆盒 我觉得 雷神会咬住 甚至是自己带头 他也不容易 被你中段踩油 因为雷神是最傻家的 所以 这次火爆盒 今次 都要兼顾 另外 狗的士必获利 阿芳 今次的手把 都挺强 稍后再看看 騎练表 而这批士必获利 早跳 都依然老马 神色活躍 我相信 这些狗岁老马 执到一档 都不会保留 一定 继续攻坚 我们再看看 坚妖秘笈 说这批士必获利 世榮和波仔 也有选择它 进来坚妖秘笈 可以看到 上一场对手实力高 其实是的 我先给他个赞 因为 上一次的赛事 即是 事表我们拍了一场 02日 当谷草开来日 那晚 场地不算很快 但投场开出的快时间 正正在提亚拜仗的碰碗战士 再出都已经提升了名次 赢迷马 所以 上次对手实力高 我觉得 整组马 都可以称高一点 所以 事必获利 配到尾尔 都是骑在后劲的资人 所以 阿芳 我觉得 找他骑都对的 重回一次第二场 波仔的心水 收莫斩光最醒 一路神龙区 爆火爆合同狗 事必获利